哈囉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在三峽的玉里商店這邊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去爬無聊間 因為我們沒有爬過這種岩石的地形 所以我們這次就要來去試試看 因為我之前一直很想要挑戰看看 在瑞芳的劍龍嶺 但那個因為我實在太害怕了 所以我們決定先來無聊間這邊看看 我們現在是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這個玉里商店 然後看起來它這邊是走一個O型的路線 走一圈之後又回來這裡 無聊間的入口就是在玉里商店旁邊 就會有一個很明顯的階梯的步道 就會看到很多人在往上爬 來了路上就可以看到一堆車子停在那邊了 但來到這邊要小心一點 因為旁邊的車子都開得非常的快 欸 忘了看時間 真的耶 現在時間是9點10分 我今天帶了一副新的耳機 因為我上次在嘉明虎的時候 我朋友他就是在聽音樂 我覺得很像很不錯 所以我這次就買了一個運動的耳機 想說這一次可以來用 這個耳機我們之前當初買多少錢啊 這個運動耳機我才買2000多塊而已 那還蠻不錯CP值蠻高的 好了我現在要來聽歌了 還有一隻耳朵給你帶 好 謝謝 走 走不到五分鐘就開始要拉線了 這感覺就還蠻好玩的啊 跟著音樂爬上去這樣 好了我要爬上去了 幫我帶手套 等一下給你 你有帶 有喔 其實我覺得這五寮間啊 讓我比較不會像劍龍嶺那麼害怕 原因是因為他沿路上面 都比較有這些繩索啊 可以讓你拉的地方 但我聽說劍龍嶺那邊 拉的地方比較少 那個我昨天看的影片我覺得好害怕 好決定還是先來五寮間好了 走那邊 有根柱子 對 我發現帶著耳機爬上有一個好處 還可以唱歌 不是 那好處就是 你萬一跟你旁邊那個人離太遠的話 你耳機就會斷掉啦 你就會發現 發現 對對對 好走 不要爬了 這就是攀岩囉 90度的攀岩 那也沒有路 你就是要爬上去了 這怎麼上去啊 我也不知道 你確定是要走這裡 這裡真的是不只90度而已啊 大概有110度 走左邊是不是比較好走啊 那為什麼我們要這樣爬上來 原來這剛才那塊的大石頭 旁邊有一條小路 可以走小路上來就好了 我這麼辛苦到底是為什麼 你看這邊就有一個小心頭的標示 很重要耶 不然每次我都撞到頭 接下來要來到一個竹林 剛才我一在爬那個石頭的時候 然後那個好心的大哥 一直跟我說 男生走右邊走右邊走右邊 我發現這邊真的是很多條路 你會以為要一直往上爬 但其實你看一下旁邊 就會有比較輕鬆的路可以走 我覺得我真的超佩服那些 拍那個邊攀岩邊錄影的那些youtube 很難耶 很難 尤其是帶了一根 這個登山障 或者是帶個相機 多麻煩啊 沒有四隻手一起用的話 真的是 非常難爬 敬佩 對 剛剛溜滑梯 是不是想玩啊 我覺得爬完之後 我的褲子就會破掉了 看似輕鬆了 確定 你有沒有覺得這裡 跟我們走戒帽式的路線很像 的前面那邊 對啊 很抖這樣 但我覺得這裡 有比戒帽式抖 因為這裡比較多石頭 對 要攀岩的路線 那一攀就是90度耶 對 或者是110度 然後旁邊就會有個大哥桌 其實這裡還有另外一條路線 現在10點我們走到了一個平台 相對可以休息的地方 我覺得它這個耳機拿來運動還不錯耶 它用防水 邊邊還有一個腳可以防止它掉落 一個鯊魚旗的設計 還有它耳篩也是運動用的 對 它的耳篩就是如果說你戴著的話 它可以比較緊 而且你不僅可以聽到音樂清楚的聲音 你還一樣還是可以聽得到環境的聲音 其實我覺得拿來騎腳踏車 也是很不錯的 對啊 我們下次騎腳踏車也來帶 而且我覺得它這種防水拿來運動 最好就是因為 我們運動的時候會流汗 它這樣子的話 它就比較不會被汗的那個汗給侵蝕 還有下雨啊 我們常爬山遇到下雨 你在15分鐘走到林縣 然後在10分鐘走到牛背岩 在10分鐘走到蝦皮雄風 在5分鐘走到六號安部 剛剛的大哥說 南的路線在剛剛走完了 你怎麼走得好像很輕鬆的樣子啊 好多汪 沒背背包啊 現在時間是10點20分 我們又走到了一個需要攀岩的路上去 對 拍點還蠻多的 我們現在到了一個高點 這是一個拍照點 對 大哥說這是第一站而已 第一站的拍照點 接下來還有 是拍照點還是艱難的路線 艱難的路線更快 艱難的路線 艱難的路線等於拍照點 蠻高的耶 看看這裡的風景 這裡就是有 這裡就是有繩子啊 所以比較不會害怕 劍總你應該就是這樣子 然後沒有繩子 對我害怕 我們現在時間是10點半 剛好 過了那個海石洞 過了海石洞之後呢 就是往右邊走 這裡又一個溜滑梯 你又想溜下去啊 不行這裡有 只有剛剛那個可以溜下去 剛剛那個很好玩耶 你都沒有玩到 對啊 因為我是正軌的爬下來 我要溜滑梯喔 你幹嘛學我啊 小心一點 你不是說你這一整路 要用帥氣的姿勢下去嗎 現在時間要10點45分了 我們到了這個牛背岩的地方 這個巨高真的不適合來嗎 這裡真的是好險 有這個欄杆跟繩子耶 不然就是跟劍龍嶺 你還要去爬劍龍嶺嗎 沒有啊 沒有啊 我手錶刮到了 好傷心喔 爬個山手機沒有刮到 GoPro沒刮到 Apple Watch刮到了 所以還可以 有這個欄杆很好 如果不是的話我就 可能真的是要四隻腳在地上爬 到獨立峰沿路去沿路回 然後就往前走五分鐘就到六號安部 安部再往前走二三十分鐘就到七號 茄東樹 茄東樹 這棵樹 樹再往上走十五分鐘就到五條間 這是攻頂了嗎 對然後又去左回 又去左回比較好 大概兩條路上去 然後下來之後再走這條虛線的路 五十分鐘回到一里商店 應該是這裡吧 有線耶 不對這裡 來來來過來 走啊 你看這裡 有個非常清楚的告示牌 線在位置 那我們是要走這裡 對走左邊 剛剛大哥說的往左邊走 就是走這邊 峭壁雄峰 簡單易懂 真是簡單易懂 一看就知道我現在要走左邊 他現在有點悶悶的 因為他的Apple Watch被刮到了 刮到了一次 又刮第二次 來下棋囉 我來開 原來人家說 地上有個神奇的騎板格 就是在這邊 真的耶 往獨立雄峰的方向 後翼騎兵 什麼東西 我怎麼聽不懂 這很適合一邊泡茶 然後一邊在這邊下棋 其實我覺得攀岩我可以 但是有這個繩索真的是比較好 真的好 哇 玛丽這裡很厲害 這是獨立峰了嗎 該是喔 哇 你看那裡 到了這邊我們在排隊 找這個攀岩的繩索 嗯 那邊有兩條 所以一次最多可以有兩個人過 然後旁邊那邊就是獨立岩 有些人去到那邊拍照 怎麼樣 剛剛那條路超長的齁 嗯超長 我剛才下來的時候有點刺耶 是齁 因為很高對不對 對 而且 沒有這樣子過 剛剛那個阿伯啊 他教我說 下來的時候 腳 要打平的下來 不能外巴下來 要平的 嗯 然後我發現 你要完全相信你的腳 跟你的繩子 你就讓你自己身體這樣往下滑 這樣子的話 就很好下來了 對啊 但這真的是需要一點臂力 對 來這邊唯一要帶的東西 是手套 沒錯 Melady這裡我在網路上有看到 這裡怎樣 他們說 背小背包走這裡 然後背大背包走哪裡 我這一路上耳朵都浮現著那個 應該放那首歌來聽 更有感覺 Melady你看我們現在就在這邊 然後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要繼續往上面走 然後往上面走之後 就會有一個 旅梯的攀岩練習場 然後要再繼續走走走 這樣子 走到這邊才會到無聊間 這裡有一個旅梯耶 真酷 也太清明了吧 對啊 挺鬆耶 那我看一下現在時間是十二點十六分 再上去一百七十公尺就是無聊間 所以我們現在先在這邊吃飯 和午餐 這裡現在還不錯 那我們現在吃完午餐 我們現在要爬上去無聊間 準備登頂 坐身子爬 坐身子這台 還真難爬 還真難爬 快到了快到了 倒沒有人 你好快喔 我是猴子啊 我覺得戒帽是沒有像這一條這麼難 在爬的當下的這一座最難 每次都這樣覺得 現在又到了一個岔路口 接下來就是往右邊走 這裡又一個簡易的地圖 這不簡易我覺得很精緻 這一種比較容易看得懂 看那一種的反而看不懂 看不懂 這種太寫實了 看不懂 五聊間三角點五分鐘 這也有一個梯子 這上去應該就是五聊間了吧 這裡真的是很貼心耶 要是沒有這個梯子 以前的時候 就爬這個繩子這樣上去 超長 到了 到了嗎 哇 哇 現在快要1點了 我們到了這個五聊間的最山頂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在五聊間的山頂 這裡就可以看到一個三角點 還有一個鐵牌 可以拍照喔 我們今天天氣很好 所以還可以看到101耶 我們剛才走了 峭壁雄風就在那邊 你要上來看嗎 可是這裡只能站一個人啊 那你趕快下去 喔好 在哪裡 你剛剛看得到吧 看到了啦 對啊 這邊下來好像沒有比較輕鬆耶 這邊下來好像沒有比較輕鬆耶 好了現在1點19分 我們回到了剛剛吃飯的大樹這邊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是走那邊吧 這裡 往河座橋的方向 走吧 下山囉 回家囉 那我們現在回去就是走另外一條路線 其實我蠻喜歡像這種O型的路線 你來回走不一樣的路 然後看不一樣的風景 這有人跟猴子一樣怎麼回事 小心一點我要追上題囉 再見 走錯地方了 走那邊 登山小知識 如果說迷路的話 千萬不要往下切西谷的方向走 嘿 把星星都操心 月光曬了很亮快 那我們一起唱耶 夏鮪魚的夏天 冬天早上我 要去爬山 嘿 把猴子都操心了 你不是猴子嗎 今天不就是把你這個猴子 吵起來去爬山嗎 到了嗎 還找吧 可是你看那裡有房子耶 真的耶 紅色屋頂 這裡就有寫啊 往玉里山店登山口 往左邊走 往五寮間往後面走 走30分鐘 好了 看起來我們登山路已經走完了 差不多了 很明顯是走完啦 接下來就是走這種產業道路了 好了 我們現在走完登山的路了 現在走在產業道路上 要去開車了 那你覺得五寮間怎麼樣 我覺得這裡不用帶真山杖 這裡要帶手套 因為它很多攀岩的路 獨臂雄風一定要去那邊超美的 對那邊真的是超美 可是居高正的人可能會有一點害怕 但我覺得那邊有線拉著就很好了 然後五寮間的山頂 它就是個山頂 那要拍很美的畫面 就是在那個獨臂雄風那邊拍 那我們這次戴這個耳機啊 真的很適合運動啊 或者是騎腳踏車的時候用 然後也不怕弄髒 對 弄髒就用水洗一下就好 而且重點是它的蓄電力可以非常久 就算你去爬三天的加米湖都沒有問題 那我們今天一直在講的 就是這個Neuro Sports耳機 那下面資訊欄會有連結 還有抽獎的訊息喔 我們這次決定要送出兩個 一個在IG抽獎 一個在Youtube抽獎 那大家趕快去抽吧 走在這種平衡的路 就可以這樣唱歌 輕鬆的唱歌 好了到囉 現在幾點 現在2點 2點05分 我們回到這個玉里商店 欸真的耶 這不是商店 這是16分咖啡耶 一間網美咖啡店 就是這裡啊 喔玉里商店就在右邊 我去看他到底開了沒 哇古早味商店耶 好酷 你好 賣這個實在是賣對了 還有賣這個手套 好啦那我們五聊間影片就到這裡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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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那些人